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le 我要活下去,我是尼亞斯 好,那今天錄影時間是2019年的11月22號禮拜五,對吧? 對,禮拜五 好,那就在今天的應該說是凌晨12點 對,11月22號的凌晨12點 官方更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服裝 就是轉蛋這邊 呃,它有一個,喔唷,有動畫了 這殭屍看起來好可憐喔 然後我覺得莫名其妙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官方從頭到尾都沒有打算要修正這個傳奇轉蛋或傳奇武器轉蛋的 那個音效過大的問題喔 其實在以前槍支聲音過大 然後腳步聲聲音過小的問題一直存在喔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去做一個修正 包括這個抽轉蛋每次它那個動畫都超大 就會嚇大家一跳 我覺得這一點有點不太貼心啦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聽說這個服裝是你殺的人越多 然後興奮值越高的狀態下 大家就會有不一樣的長相 像一開始是長這樣 然後你殺了一些人就會變第二等級 然後再來是第三等級 那好,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抽這個 呃,這個叫做骷髏獵手的轉蛋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率提升的部分我們可以花99轉 提升300%的機率 然後再用高機率350轉去抽 350轉我不知道是單抽還是十連抽 然後它右邊有一個lucky值就是幸運值 越高應該就越容易中大獎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這個獎池的預覽喔 就一般的服裝然後跟魔方還有傳奇武器的轉蛋券 還有幸運轉盤的抽獎券跟一個空中獵人的呃,這個降落傘 還有這個骷髏獵手的手錄 我們看一下特效 特效看起來比較普通 有點像閃電的特效 然後跟獵人精神的屍體包 還有一些魔方碎片跟鑽石轉蛋 其實就獎池的內容物來講比其他的轉蛋好太多啦 就基本上大部分抽到都算是有賺到 沒關係我們第一開始之前呢 我們就先來提升一下我們的機率 直接提升一次 我們現在已經提升300%咯 最高可以提升300% 可以提升三次是不是 我們先提升一次就好 然後直接花350轉直接抽下去 好,Let's go 來吧 這抽獎會有動畫 是這樣 蛤? 就抽中一個五個魔方碎片 那我直接把它提升到最高好了 我提升兩次 好,提升兩次 欸,他每一次可以提升一次是不是 啊 欸 機率 啊,我只有提升一次 好,我再試一次350轉 他是單抽啊 他不是十連抽啊 看一下會不會中 又是我 那我可以再升一次嗎 最高提升300% 在使用前不可以重複購買 哇,好啊 第三次抽,第三抽,第三抽 看一下 我就不相信不會中 鑽石 鑽石 好,再抽再抽再抽 第四抽啊 第四抽啊 各位 欸,200%了 他的幸運值變200%了 唉唷,第四抽看一下能不能中 欸 我的手機突然震動一下是有中嗎 我中五個傳奇轉蛋卷 欸,我有中嗎 我有中服裝嗎 剛剛手機突然震動耶 傳奇武器轉蛋卷也會有 也會有那個嗎 他也會震動啊 傳奇武器轉蛋卷也算是大獎之一的樣子 啊 他算是 有啦有啦,算是比較好的獎項 紫色這邊這些都是算比較好的獎項 然後金色的就是最好的獎項 魔方跟這個角色的衣服喔 好,我們再繼續提升 這是第五抽對不對 應該是第五抽 好的,第五抽 為什麼剩那個 那個 那個 機率又變100%了 好,再來 第五抽囉,各位 魔方 第六抽 好欸,300%的那個機率喔 第六抽喔 第六抽喔 六六大順喔,各位 搞不好會中喔 要中了嗎 又中了嗎 又中了嗎 第六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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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我們準備要第七抽囉 不放棄阿 好 現在的機率又來到了100% 好 第七抽 看一下 看到這個人 這個巧色的臉 就有點生氣 第七抽 又中武昌傳奇武器傳蛋卷 第八抽 唉唷唉唷唉唷 機率變200%了 很好 第八抽 看一下到底要幾抽才能中啊 第八抽 傳奇武器傳蛋卷 第九抽 go 200% 我就不信我不會中 傳奇 第十抽 機率多少 一樣100 唉唷,變100%欸 好,第十抽,第十抽 lets go 傳奇武器 等一下我已經抽十抽了嘛 我們看一下傳奇武器的部分 欸不對我們看鑽石轉蛋好了 欸現在目前看不到鑽石轉蛋跟傳奇武器的那個一抽是多少 好,他要十連抽他是多少 九百五十鑽,我記得傳奇武器九百五十鑽嗎 十連抽 那一抽是多少 呃,將近差不多一百鑽 將近一百鑽,沒有抽過一百鑽嘛 然後可是他這個一抽就是要三百五十鑽 但是,你可以中這個 這些券 這些不錯的券這樣 可目前感覺 有點小虧啊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是第幾抽了 好,兩百,lets go 要中了嗎 沒,沒 沒有 沒有 好,我剛剛稍微研究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大家這邊有一個低機率跟高機率嘛 那低機率是必中稀有物品 什麼是稀有物品 我猜應該就是 呃,紫色的跟 黃色的吧,對不對 必中稀有物品 因為鑽石轉蛋卷應該不算稀有物品對不對 他說必中稀有物品 怎麼樣算是稀有物品 紫色跟金色應該都是 那 底下這個黃色算不算 黃色目前我們只有中那個魔方 可我們剛剛有中鑽石轉蛋卷耶 所以 所以變成說我抽這個必中稀有物品應該是 沒有用嘛對不對 我試抽一次低機率的看看 會抽到什麼 我們試試看 來 我們抽到鑽石轉蛋卷 好像就比較容易抽到鑽石轉蛋卷 好,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改試高機率的 欸,只有100%我們是不是要用低機率就好 我覺得100%就用低機率就好了 然後如果是200%的那個機率 我再用高機率 這樣子Double比較有用 好,再來 多少 還是100%喔 還是高機率好了 不然這樣不知道抽到明光起年 看一下 對阿 傳奇武器轉蛋卷 傳奇武器轉蛋卷算是 紫色等級的 好,再來 還是100%欸 再換低機率看看 看一下是不是還是抽到鑽石轉蛋卷啊 對 低機率基本上很高的機率會抽到鑽石轉蛋卷 而不是其他東西 好 那我們就大概知道了 就一律抽高機率就好了 來吧 抽 我今天一定要抽到中 沒有抽到中 我都不信邪 我不放棄 魔方碎片 再來 Let's go 把它提升啦 來來來來來 Let's go 100%的那個機率 來 怎麼可能不會中 我今天就是豁出去為大家實測 到底要抽幾抽 大概幾抽才能中 用我 我犧牲我自己 好不好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 這套圖 這套衣服 到底有多好中 或多難中 來繼續 來繼續 繼續抽 來 中 中 差不多該中了吧 還沒中 幸運轉蛋卷 我不知道抽幾張了 再來 來 我大概現在應該看懂了 他這個 機率提升應該是隨機提升機率啊 大部分應該都是100% 最高是300% 來吧 我在想 如果 沒有抽到300% 或沒有抽到200%的話 我用低機率會不會比較省啊 我直接低機率這樣抽好了 我覺得這樣應該會比較省一點 試試看 雖然說抽到了 欸 低機率也有機會中 傳奇武器轉蛋卷 好再來 欸 200%高機率來抽 我覺得低於200% 就用低機率來抽 直接把他耗掉 因為 你沒有抽轉蛋之前 他那個 機率提升是沒有辦法重新買的 喔 300%高機率 這個應該要中了啦 這個 看這情況再不中那就太扯了 不但沒有中金色的 還反而中一個最爛的 最低獎勵的 鑽石轉蛋卷 你只有這麼打臉我嗎 300%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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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這麼爛的一個東西嗎 太悲傷了 OK 低機率中一個傳奇武器 再來 看一下 100% 一樣 我200%再來開始抽高機率 200%以下我通通抽低機率啊 幸運轉盤 這樣也可以抽到幸運轉盤 再來 喔 200%來 抽高機率的 該中了吧 再不中我真的有點扯欸 還沒中 天哪 300% 這該中了吧 這該中了吧 Garina 該中了吧 橘色 該中了吧 看在我這麼多年拍你們的遊戲 我覺得是時候該中囉 200% GO 唉 中吧 轉 轉 轉 再來 100% 好 低機率 低機率 來 看一下 不要等下告訴我低機率直接中大獎 直接中骷髏獵手的那個衣服喔 好高機率 200%的那個機率喔 機率越高越容易中的感覺啦 唉 中了嗎 中 終於中 我終於中骷髏獵手組合包了啦 氣死我了 抽幾抽啊 天哪 天哪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 抽到多少個鑽石轉蛋券 29張 差不多 將近20張吧 傳奇5G的轉蛋券 總共已經47張了 幸運轉盤我也抽到16張 好跟大家講 你這一次抽到這個骷髏獵手的衣服呢 他不會在正常的欄位中 而是在 右 最右邊 有四行字有沒有 時裝 征服 卡 道具 他這邊有一個傳奇符 是點下去之後 你好像可以播放特效的樣子吧 播放特效是怎樣 喔 就這樣嗎 快遞盒 專屬快遞盒 哼 然後呢主動特效 被動特效跟主動特效 主動特效是怎麼樣 哪一個比較好看喔 我覺得 被動特效好像比較好看 然後 專屬的 快遞盒好像可以這樣 我直接裝起來 喔 我要 男腳才可以穿這套衣服 OK 我們來換男腳穿上去喔 穿上去之後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 呃 他可以直接 展示兩等三等的狀態 然後他說升級條件 大家可以看到升級條件 他有寫說 擊殺指定樹木玩家 你就可以升級到一等 欸 是一等嗎 還是二等 然後呢 你要升到三等的時候 存活指定時間 的一定時間 比如說他 就你指定存活要五分鐘以上 那五分鐘你就可以升到三等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啦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看一下訂閱 叫旁邊小鈴鐺開啟通知 這樣這樣每次上傳影片 我開始播出後YouTube系統 就有可能會通知你喔 那如果沒有通知你也沒有關係 記得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假的的話是早上九點跟晚上六點 只三個時間點我都會發布影片 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因為有時候YouTube沒有通知 你一定要點到我的頻道裡面 才會知道我有發影片喔 不然有時候你會以為說 欸 你想這是什麼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或一個月都沒有發FreeFind 其實我幾乎天天都在發FreeFind 讚 好不好 好啦 那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